这次来到微博世界大会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开心 然后这次您主演的这个王牌部队 就演出为了我们的这个微博世界大会的top 10 然后这部剧情也得到了一些其他主的奖项 然后听到这些消息当时心里感受怎么样 心里的感受首先是特别的激动 然后也感到特别的荣幸 因为作为演员能够出演这么优秀的作品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运 然后故意演这个角色当时给您自己带来哪些挑战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挑战挺大的 首先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 军律题材的戏 其次是这个人物 其实他要从青年演到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中年人的那个状态 你需要去找准他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时就为了去找准这个状态 你有做哪些准备 有很多 我觉得前妻跟导演交流去沟通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导演其实他是最清楚这个人物也好 剧集也好 整个脉络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跟他有一个前妻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 他可以去帮你疏通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好啊 或者是帮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感觉 当时就是这个军人你觉得在体能上是否有提前做一些事 对当时有提前去部队做一个训练 就住在部队 每天早上出早操 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很早很早就要熄灯 对 然后你有没有学会这些的技能或者养成一些的习惯 哇哦 其实有 早睡早起这个习惯其实我一直都有 我记得当时有训练握枪 还有一些正步啊之类的一些训练 然后这次就是在玉古瑶里面的角色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一些期待 然后您要简单介绍一下您在玉古瑶当中的一个角色 嗯在玉古瑶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神官石影 同时也是一个世子的这样一个双身份 嗯是一个比较清冷 但是同时又很有趣的这样一个人物 嗯能不能简单给我透露一下这个人物角色的命运走向 哎呀总的来说这个命运呢就比较比较的多变 比较的充满转折 所以更多的希望大家去看这个剧吧 嗯那这个角色就跟您过去饰演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他有自己的使命吧 嗯家国情怀 嗯 然后就是您过去其实也挑战过非常多的这种角色类型 那未来还有没有想要挑战一些新的角色类型 其实我一直都有说想要挑战的角色就是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哈哈哈哈 这个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咯 嗯 然后未来还有哪些代播作品会给大家介绍 嗯未来首先是焦岩伴我 嗯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设计师盛阳 还有就是玉古瑶 在里面饰演的是神官石影 还有就是梦中的那片海 饰演的是一个北京小爷 萧春生 嗯能不能都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这几个角色 他们不同的那些特点 哇哦 期待一点 盛阳是比较温暖 然后有自己的理想跟抱负 嗯不被现实打倒 嗯 然后石影刚介绍过了 萧春生嘛 他就是一个 从小喜欢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然后喜欢去社交 有社交 那个牛好症 对 然后对自己2023年的工作生活还有哪些新的计划 新的计划我觉得就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然后许一个2023年的新年月吧 顺顺利利平平安安